好 接下來是我們華視新聞獨家掌握到的投訴消息 在台北市某一個福倫社的社員竟然傳出涉嫌偷拍 這一位無姓男子被被害人指控 他呢 很熱情常常會邀請朋友到家裡面來玩 但是後來卻被發現在廁所裝了針孔錄影機 甚至在廁所這邊裝了三個針孔 錄下了朋友的私密影像 算下來受害者至少超過十個人 現在他們還掌握了一些證據 就是這個偷拍的人出門也會用手機來進行偷拍 他還創立了一個群組 分享這些偷拍的照片給朋友 讓被害人相當氣憤 而這個偷拍的男子 他也有向朋友親口承認 他有裝設針孔 但卻沒有向當事人道歉 現在他們決定要提告 攜手台下裝設針孔 還正對馬桶位置拍攝 就是這個鏡頭被裝設在無姓男子住家 被害者指控錄下不少朋友的私密影像 本來是一群感情很好的研究所同學 經常約出去玩 其中被控偷拍的無姓男子 更是常邀大家到家裡做客 去年六月被發現 他在自家廁所裝設針孔偷偷錄影 被指控偷拍的無姓男子 常發出和老婆小孩的甜蜜合照 而他還曾是台北某福人社社員 但他卻涉嫌和朋友開群組 在裡頭分享自己的偷拍作品 不只家中針孔錄影 出門也用手機偷拍女生群底風光 朋友質疑他不會偷拍 他甚至囂張嗆瞎 這只是自己的萬分之一作品 承認作為卻始終沒有道歉 甚至封鎖朋友 實際致電吳先生 他表示有很多是不實指控 不過被害人無法接受 朋友約十多人恐怕都受害 將持續獲取更多證據向法院提告 華視新聞 陳清順 洪熙玉 張若萍 台北報導